陽光露臉 台北市兒童新樂園 寂靜滿滿人潮 兒童新樂園 集滿人潮 我們可以看到碰碰船前 隊伍已經大排長榮 不只碰碰船 就連海盜船也都是人 隊伍綿延不絕 記得時間帶您從摩天輪上往下看 從高處俯瞰整個兒童新樂園 每個設施前面都排滿人潮 至少都要等上一個小時才能玩 熱門遊樂設施 包含宇宙迴旋 碰碰船 摩天輪 以及海盜船 通通大排長榮 部分設施更是得等一個小時左右 考驗大人 小孩耐心 排什麼排最久 排到踩當 下飛車 大概都排多久 20到30分鐘 那邊裡面有一個排了40分鐘 會不會覺得很久 會啊 除了第一天因為受雨 下雨影響 大概只有一萬人左右 預計廉價的剩下四天 大概入園人數都會將近三萬人左右 由於兒童節優惠活動加上延長閉園時間 今年的清明年假 兒童新任員 入園人數飛越是成長 比往年多了5到6成 遊客絡繹不絕 意外成了排隊地獄 而另一個讓家長排到崩潰的 就在這裡 台北市木炸動物園 人潮同樣滿滿滿滿 每個戰區都是人幾人 一般遊園車甚至要排隊30分鐘才能搭上 今天截至目前到 早上9點到下午3點 的人數是36956 人潮大爆滿 也讓家長們心好累 就有網友發文分享 這幾天去什麼景點都是人 排隊排到想哭 五天連假家長們想帶孩子出門放電 反而被耗盡電力 恐怕只能用孩子的笑容安慰自己 一切都值得了 今天好玩嗎 好玩 環宇新聞 柯冠城王一德 台北採訪報導